泰國前總理英陸在8月25日的裁決前面臨著上一次最高法院關於大米補貼計劃有關的腐敗指控的聽證會 美國國務院正在考慮在美國大學生阿牧比爾去世後全面禁止美國人前往北韓旅行 摩洛國警方在禁止反腐敗不公的示威期間向抗議者施放催淚牙絲 在墨西哥8名涉嫌販毒者包括他們的領袖在墨西哥城被海軍官員開槍擊斃 至少兩人在希臘度假勝地科斯島發生的6.7級地震當中遇害 阿牧 阿牧